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局小快递 这局小快递我们随机到个小盟军 然后中间扫一个人有一个白色香波波 但是这个白色香波波的油田离我比较远 不太好占领 我们先把自己家里的油田给它占了 然后我出一条狗对吧 出一条狗走到中间去干扰一下 等一下别人有可能会占额 我这个狗是藏额直接走过来 但是这个时候有一点小卡 直接走过来 你看上面的这个蓝色它想占中间的油田 狗守住了对吧 但是我这个狗是藏额直接咬死它 咬死它它的漏人就不敢过来 然后这边粉色想占自己家里的油田 不给它占甩个地堡过来 这个白色油田我们看看能不能占过来 然后小黄延伸过来 看到没有 小黄延伸过来 再打这个粉色 粉色没有兵营了 没有兵营了 招不了地堡 招不了地堡 先把它的狗狗引过来 然后再占它的油田 它没有地堡了 它兵营没了 把它的油田一占对吧 占基地的话 我估计它会收起来 收起来 等一下被地堡折死了 就占不到油田 所以说我就先把油田占了 把油田占了 然后再出一个漏人 再出一个漏人 看看能不能摸下它的基地 但是小心那边啊 你看摸基地它就收起来了 这边陈王上想偷我重工 放两个地堡保护重工 他想偷什么 他想偷基地 偷基地 就点死它的漏人 把基地收起来 所以说不要偷基地 偷基地的话 只要人家一收起来 它就亏了对吧 然后先不要着急偷别人 趕快走到中间 中间还有个白色香波波 没能理对吧 没能理我就把它站过来 因为我中间留了一条狗啊 它们不好占领 这个 这个当然是刚才走到中间 把我的狗打死了 它想占 想占我就先占了对吧 先占了就反了情了 然后这边看看 这边粉色守不住了 守不住它想拿我的油田 不能给它拿 拿了的话它就自爆了 但是这边这个橙黄色 一直地宝甩过来整我 这里面看到了 是它先动的手对吧 但是它的坦克呢 是犀牛坦克 也不比我少 我要冲它的话呢 不太好冲对吧 而且我的地宝也没有打赢 然后先造一个维修车 把坦克修一下 你看这个小黄很凶对吧 这个小黄直接冲过来 这个粉色就没了 它打完粉色 还来打我你看 它们两个人想来整我对吧 广快修一下 这个时候不太好整了 小黄出了个高科技 这个小黄上面呢 还有一个蓝色啊 这小黄打完这个粉色就回去了 对吧 我们就出个电线杆就行了 我出个电线杆 这个橙黄色它就很难受呀 它必须得冲 不冲的话 我的电线杆打得远 电线杆的射程比地宝远 可以打到地宝 然后它受不了了冲过来 冲过来我就堵着这个路口看到没有 堵着路口过来一个打死一个 这样它就打不赢了 打不赢以后呢 它就很难受了 对吧 我这个电线杆 可以无伤打掉它的地宝 你这个地宝 手太短了 然后我们再出一个高科技 造一个光灵坦克 造一个光灵坦克 又可以远程打击 所以说对付这个索金摆地宝呢 我就造高科技 造光灵造电线杆 然后它还想推我对吧 打掉它的防空车 这个小黄想抢我上面的油田 想抢我上面的油田 就给它抢了 不要跟它争 但是这个小黄抢了我的油田 还不甘心 还要冲过来打一下我 这你们看到了 是它心动的手 对吧 然后陈猫猫也冲过来 不要慌 我们家里有电线杆 有地宝 躲在地宝后面 你过来就砸死你的坦克 然后再造一个光灵坦克 这个小黄呢 过分了对吧 抢了我的油田 还想打我 你上面还有个蓝色 你不管 然后陈猫猫看到我出了光灵 它又来对吧 它点我三星坦克 三星坦克往后面走 修一下 这样陈猫猫就守不住了 守不住以后 我们就准备把它带走了 这个光灵一直戳它 它又想打我的光灵 你看到没有 一个光灵坦克就把它勾引过来了 谁冲谁吃亏呀 你不过来 我就戳你的重工 你卖了对吧 卖了我就戳你的坦克 一直戳它 它很难受 它只能躲到里面去 躲到里面去 我们继续压过来 然后打掉兵营 打掉兵营呢 你地宝都招不了了对吧 它又打我的光灵 光灵又往后面说 然后光灵一滴血 就是没有死 再修一下 这坦克就死光了 死光了直接投降了 说你好好的整我干什么 然后这个小黄呢 比较害怕蓝色 刚才蓝色在打旁边的 现在蓝色把旁边的人打完了 小黄就不敢过来了对吧 小黄就要回去防守 不然蓝色要偷袭它 然后这个小黄呢 出了一个高科技 所以要造这个导弹船啊 我们先把这个油田呢 给它物归原主 先把这油田抢过来 抢过来以后呢 准备去报仇啊 因为这个小黄先整着我对吧 小黄把基地都卖了 卖了基地出了一个导弹船 然后我们就准备先整它 刚才你跟那个陈猫猫配合打我 现在我跟小蓝配合打它对吧 然后直接用光灵戳掉它的高科技 不要让它出导弹船 它出了一个 一个没什么威力 我们打掉高科技 它造不了 然后光灵坦克继续隐程打击对吧 你难不难受 然后这个蓝色冲进去了 我生了一个三星光灵了 但是这个时候得小心这个淡蓝色 不能往里面冲 我们先打下淡蓝色的牛车 因为淡蓝色牛车比较多对吧 先打掉它两个牛 你两个牛在外面采矿 直接打掉它 然后那边蓝色被小黄带走了 我们再炸掉它的油田 油田一炸 框场就没了 但是这里有个导弹船 这个导弹船呢 我们先等一下整它 先守住这个淡蓝色 然后淡蓝色被我打了两个牛 受不了了 冲到我家里来对吧 我后面有个三星光灵 三星光灵 一下子就戳死它了 这样淡蓝色就没坦克了 淡蓝色一个坦克都没了 现在就剩小黄 还有几个坦克对吧 但是小黄呢 它有个导弹船 这导弹船在炸我的油田 乖乖修一下 把防空派过来 三个防空车加一个防空炮 居然没有守住这个导弹 这个盟军的防空真的不行 如果是苏军的防空 就可以守得住 对吧 然后造个维修场馆 修坦克 我这个坦克被油田炸伤了 然后这个小黄一看 我的坦克全部冒烟了 对吧 全部冒烟了 看到我在修 它就不想给我修 不想给我修想冲过来 但是我有个三星光灵 躲在后面射它 但是被导弹船炸掉了 被导弹船炸掉了 不要慌我这个坦克 边打边修 他的坦克也没血啊 你看 然后他就剩两个坦克了 他就守住了 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造飞行兵 因为小黄呢 他没有海夺 也没有防空车 防空兵 对吧 也没有防空框 我只要造两个飞行兵 这小黄就没了 然后我们就准备过去 等一下打那个弹蓝色 弹蓝色没坦克的 先不用管他 先打掉小黄的坦克 然后再打掉这个导弹船啊 哎呦 那边大蓝色看到小黄没了 他也直接投降 那个大蓝色坦克送光了 没钱造坦克的 对吧 然后直接过来 打掉你的导弹船 这个小黄就没了 这个小黄呢 就是不应该整我 对吧 你好好跟蓝色打你整我 不整我他还有机会啊 然后看这个人开的房间 冰天2v2 我们就进来玩一下啊 然后上面的蓝色呢 是我的队友 也是个路人啊 我不认识他 然后看这个蓝色 哎呦 这个蓝色一看就不废玩 对吧 因为这个冰天2v2呀 我在下面呢 他要跟我换位置 他要把电厂放到我家里来 电厂兵营框厂放到我家里来 然后出一个空子不拉中啊 因为他是法国我是书军 我们是一个法国一个书军 这个房主呢 选了什么国家呢 他们选了一个法国一个美国 这个小绿好像是美国啊 这个小绿这玩什么招 一上来造围墙造漏人 这个城就是他的队友啊 他直接拉中了 然后他造了围墙造漏人 又造了个地堡 你看这个好像是明显要来偷我啊 上面的蓝色是我的队友 让那个蓝色跟中间的陈猫猫打 我们就准备打这个小绿啊 这个小绿呢 好像是大哥对吧 他们两个人开黑的 估计是一个会玩 一个不会玩 这个小绿一看就是个大哥 会玩一点 然后你看 他还要玩双偷 你看过分了呀 要玩双偷 我们就直接在家里造几条狗啊 这个狗呢 都贴在建筑旁边 他就不好架 然后你过来我就装他 装了他 他两个维修所可以修 你看 互相修 把我的蜘蛛修死的 但是呢他也偷不到我 我这个防偷的做得很好 因为他那个防空车呀 不能压狗 对吧 他那个盟军的不能压 我这个旁边停了一点狗 他就不好偷 然后再甩一个地包对吧 哎你过来 我再甩一个地包 然后打死六人 再打掉你的防空车 所以说你不太好偷我 这个有些人怕偷 你就看看我是怎么防守的 这个防他的头啊 就防两个建筑 一个电厂 一个重工 这两个建筑比较环节 矿场的他要偷别的头 对吧 偷了我等一下再造个矿场 反正我都是要造矿场的 偷基地我可以收起来 偷兵营呢 无所谓 所以说就守住电厂 跟重工就行了 然后你看 他造了两个头 就比较卡钱 对吧 两个头花了两千多块 然后你就比较卡钱 你坦克就没我多 我直接过来打他的坦克 然后他的队友是法国 是法国在这里摆了个电厂 对吧 估计想给他的队友放大炮 我就直接打掉你一个电厂 打掉你的电厂 等下你大炮出来就没有电 你看 他的队友给他放了个大炮 他的队友给他放了个大炮 但是没有用啊 就没有电 然后他补了个电厂有电了 有电了 我们就避开他的大炮 去打他的牛车 因为他比较卡钱 你看坦克低宝都出不来 我就打你的牛车 打掉你的牛车 你就更卡钱了 然后他就守不住 直接投降对吧 他一投降呢 他的队友也直接不想玩了 他一投降呢